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的这种构成 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掌握到 经典有经典的语言模式 像金刚经 心经 般若系统的经典 它有般若系统的语言模式 阿含经有阿含经的语言模式 我们华元经系统有华元经系统的语言模式 那其他信中经典呢 有信中经典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有法相中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它们都有些不同的 为什么会形成这些不同呢 那大概阿 我们只能够说大概 因为我不是学术专门的研究者 我们只能够说 从经验上来看 这个法相中这一群人 它造成了他们这一群人表达 生命意涵的那种方法 那么空中啊 波日信空的这一群人呢 有他们的表达方法 信中这一群人呢 也有他们的表达方法 事实上 从空中到信中 这个过程里头啊 信中只是空中的一个发展 它还没成熟 真正成熟啊 到还原部的时候才成熟 但是啊 它的发展方式啊 已经造成另外一个局面 这一点啊 我只能够这样简单的跟各位讲 因为要讲这个部分啊 它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而且啊 要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来跟你说明 我只能够说 从我看过的整个过程里啊 产生一种印象 那把这个印象啊 整理出来啊 大概这样讲 从空中到华原之间呢 有一个过渡 就是信中的经典形成 所以在信中的经典里啊 有各种佛 各种菩萨 那么这些各种佛 各种菩萨 来到华原经的时候啊 就把它统一起来了 在各种佛当中啊 有一个核心的佛 这个佛啊 就叫毕鲁支那佛 它不是以释迦摩尼佛 为中心 各位要留意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很大的变化 原来的佛教 是以释迦摩尼佛的成道啊 为基础 来展开啊 人性的觉醒 这样的一套教育方式 那我们就简单的讲说 叫做佛教 但是经过将近一千 应该是一千五百年的时间的演变啊 那思想界啊 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 光是释迦摩尼佛啊 无法完全解释啊 来说明啊 整个佛教所展开的生命领域 跟生命境界 我只能够很简单的 这样一句话带过这样讲啊 因此到华严经的时候啊 就重新来过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这个部分呢 只是一部分而已 那么展开以后啊 它有一个规则 说华严经啊 我们现在的八十华严 叫略版华严 它是从啊 十万剂里头啊 露出来的 现在我们这一部啊 是四万五千剂 还不到一半 那这个十万剂呢 叫做下版华严 比它大的啊 叫做中版华严 它有四十八瓶 它有一千两百万剂 不是十万剂而已 那就多的太多了 龙树菩萨说 它可以受持 像我们这种笨蛋呢 都不能受持 所以啊 它就不背给我们了 我们只能受持十万剂的 它就背给我们 可是我们啊 比它所取笑 所嘲笑的笨蛋还笨 十万剂背到现在 剩下四万五千剂 一半都不到 所以它猜的没错 我们还是被龙树请提啊 所以我们现在啊 是根器啊 大不如前 那龙树啊 又看到一本啊 叫做上版华严 哦 那个就是啊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维成树季 一个虚米山呢 的维成树瓶 光是讲这个树木 你就头脑胀了 内容就不用讲了 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受持 那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他就干脆把它关掉了 电脑一样关机 这个篇章节当中啊 它大概是篇了 章节都没有办法讲详细 那内容更不用说了 可是这个上面啊 还有一本啊 叫做大版华严 那这个大本华严呢 那这个大本华严呢 是现在 不管哪一尊佛啊 进过去记 进未来记 进现在记啊 一直在讲的 这么一尊佛 另外啊 还有一部华严经更大 叫做横本华严 这个横本华严经啊 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 进过去记 进现在记 进未来记啊 一直在讲的 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可能知道啊 你可能知道啊 你上根比我好 我是想象不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印度人有时候 会胡思乱想 讲的神话 不找兵器 光讲这个数字 我们都觉得啊 不可思议啊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 华严里头的思想啊 它已经包括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在里面 所以呢 他不用啊 释迦牟尼佛 他用啊 毗卢浙那佛 那我讲到这里 就结束了 那你也跟着结束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啊 天大的公案在里面 毗卢浙那佛的 这种构想提出以后啊 整个佛教界开始转入另外一个时代 那就是密教的时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密法 通通是以毗卢浙那佛为核心 不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核心 那你就看到啊 密法是从华严演变出来的 而华严经里头啊 大概应该这样讲五分之三以上啊 都是在讲密法的坦诚 密法的修法 这个就相当的奇特 你听我这样讲我是不小心讲出来 因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公布的答案 你要是仔细的啊 把这个密布的经典仔细看一遍 大日经也好 金刚鼎经也好 通通讲的都是啊 譬如真阿佛 所以密教在书上哦 万变不理华严中 都在华严的思想里 都是由华严思想演变出来的 你听我们这样讲啊 好像读华严的人真够臭屁啊 那是没办法 没办法 那么在这里面啊 就像我们昨天跟各位讲的 你要买一张椅子啊 他就全套通通给你了 你要不要没办法 因为这东西哦 价格一样 你买别人的只有一张椅子 有的没靠背 有的没扶手 对不对 还有的三只脚 有的四只脚 那你只要买华严的话 那整套都给你 一人做的两张 两人做的一张 三人做的一张 然后呢还有茶几 还有 还有脚垫 还有种种种种一堆 这个就是华严的富贵处 华严的富贵处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这样不同的经典 不同的思维 一定有它的一个模式在 你要去抓到那个模式 你才有办法解读这种经典 抓不到模式啊 你一定浮在文字的表象上 那这个呢 古人就警告我们说 你不要死在文字下 也就是看经典啊 不是只看经典的语言文字 那看经典啊 要看语言文字背后的那个 那个东西 那这个很重要了 我举个例子 昨天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不再讲极烈世界那些 那讲太多了 都讲烂的 你也会讲的 昨天跟各位讲说 我们经教行者啊 有几个关键 佛说啊 他讲了以后啊 那辗转转相传 五百事以后 就是辗转相传五百遍以后 第五百零一遍 听到的那个人啊 这样听到 他都能开悟 这经教讲的人的表达方式 不能让人家听错 那我们只告诉你这样一种状况 第一个不能讲错 第二个讲呢 不能让亲的人听错 第三个啊 你还要注意到 那个人转出去啊 不要转错 第四个啊 那个亲的人啊 不要听错 这样子是第三代嘛 对不对 我讲呢 不要讲错啊 你听了 你再讲 我没有跟你要求说 辗转五百事以后啊 对不对 但是啊 我要告诉你 这两句话的意思啊 平等平等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讲不是说第三代不错 第四代错了 我不管了 没有 我没有这样讲 凡是从这个系统传下去的 不管对错 我们全部负责 你自己要发心这样讲 到最后 还是我负责 那我们讲的 就是这样 从头负责到底 不能够啊 不负责任 重点是在这里 至于你这样传下去几代啊 那不重要 佛讲五百代 也不是五百代的意思 因为你能不能传五百代 你不知道 因为我讲出去 在座各位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传五百代啊 那不一定啊 那不管你传到哪里啊 都告诉你啊 只要听到这个法 那都能得度 都能解脱 这个很麻烦耶 有的一千代以后怎么办 事实上 从释迦牟尼佛到我们现在不到五百代 不到五百代 我们算算算看 从释迦牟尼佛传到菩提达摩是第二十八嘛 菩提达摩传到六祖啊 那三十三嘛 三十四啊 三十四最传下来呢 传了七代到黄埔 黄埔传给他弟子 凌济四十一代 一共四十一代 凌济传到我四十八代 传到各位四十九代 四十九加四十一 九十代 所以呢 我们在听的应该还都不会错 会错的是你业障中 那不可能错嘛 他讲五百代嘛 事实上你这场五百代也不会错 这样子就很难讲了 讲到最后变成什么 法要魅的时候剩下阿弥陀佛 有没有 那个什么 无恙寿经上面讲 大家都懒得修行 当然到最后剩下阿弥陀佛 再流传一百年了 阿弥陀佛也不见了 所以 这个就是 越收越多缺 缺到买了 没买了 这个法就不正确了 我跟大家讲 这样的法不正确 所以 华元的法不是这样的 他不会斗牛 永远无未溜 你要记得 因为正法真理本来就有永恒的存在 它怎么会消失呢 所以 这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在 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 经题非常重要 我们跟各位讲 华元经是法的经 法就是真理的经典 所以 大方广佛华元经 这个名字就是真理 第一 那我们加上 南无两个字 是传统的 尊敬 恭敬 归一的词汇 所以说 南无大方广佛华元经 华元海会佛菩萨 凡是清道南无大方广佛华元经的人 他一定会成为 华元海会佛菩萨里头的一份子 只要听到 只要看到 或者被他看到 被他看到 你知道吗 写在上面嘛 对不对 你就被他看到了 那你就会成为 华元海会的一份子 那这没有副作用吧 那你说会不会听错啊 看错你会的 不过他看你不会看错 他看你不会看错 只要他不错 那你就可以成为 华元海会的一份子 当你进入华杖世界以后啊 那你 你不会看错 这个是绝对没有副作用的 这个就是 一个法在运作的时候啊 有他的殊胜性 跟他的庄严性 而这个部分呢 是你大脑没有办法思维的 你大脑在思维的啊 是非常小非常小的范围里头 而那里面呢 是对立性的 你自己常常会搞错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模式里头 华元系统里头的 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里头 他不会出事的 因为我们跟你讲过 不会有副作用 不会有不良的副作用 因为跟你讲你可能会讲错嘛 这样你看你也会看错 不要说讲讲错啦 听听错啦 看都会看错 摆文不如一见 见了也会脱窗嘛 是吧 但是呢 你来给他看一下不会臭吧 你会眼睛脱窗 他不会脱窗 好 佛光来照耀你啊 你还是会被射受的 所以你留意到啊 佛光普照 我看佛可能会看错 佛的佛光普照我 他不会造错吧 是吧 这个就是佛法中的书圣 他知道众生会搞错 再怎么讲喔 那太歪就是太歪了 他就把你想歪了嘛 解读错误嘛 好了 佛知道众生有这种病 有这种缺点 所以他改过来了 不讲给你听啊 也不要问你看到什么啦 干脆我看你的也算了 就算你来这里睡觉 你都有功德 因为佛光普照到了嘛 那你可能弄错 他唱声音给你听 也不管你听对听错 反正你 所以所有的 我跟各位讲 所有的大菩萨们啊 他都有一个愿意 若闻我名 若见我身 被我光照处 我绝对度他 不令入三二道 这是诸大菩萨一定的愿意 你说闻我名 他菩萨名字怎么听到 听得到呢 在没有法的地方 他不要紧 我光照到 总可以吗 这就是菩萨不舍众生啊 他度众生的悲愿 我们要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用语言文字在做表达的时候 很难去把菩萨的心声表达出来 他在讲 他在讲那么一件事情 短短相传五百四 你照样可以得度 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语言模式嘛 你要能够听到菩萨的悲愿 这种菩萨智慧的高明 他没有办法用我们所 脑筋记忆里头的意识形态来表达 而众生所用的都是意识形态 因为你透过记忆嘛 记忆你了解什么 你就用你了解的去看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你要去感受跟体会 法身跟法界的存在 那你一听法界是什么 法界不殊胜 什么才殊胜 极热才殊胜 法界 极热就是法界啊 不啊 法界有性取法界 有缘取法界 一定要性取法界才算 这个也不算 要一真法界才算 这个叫欠咒 因为你一直在意识形态里 文字上面去争辩 你没有办法了解到 这文字背后的那个东西啊 所以到底是法界还是极热 还是一真法界 还是性取法界 你在那边搞不清楚啊 因为你只有语言文字在辨诊 这个字跟那个字有什么差别 那个字跟这个字有什么差别 不一样 这个不是法官 法官叫你来的时候 一定要问清楚 你是某人吗 什么字拿来看 就是这个人吗 有没有冒名 人都在面前呢 还要问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欺骗他你就犯法 所以他一定人啊 跟案子里面的这个 那个一定要对得很准 那我们呢 你想想看 你对那个也要弄很清楚啊 但不是语言文字的问题啊 所以要警察抓犯人 常常把犯人放走了 因为他抓到的犯人呢 他不以为是真的 他一定要对那个名字 要给你名字对好了 时间差不多24小时 人要放出去啊 不然就警察犯法了 你名字没有办法对上来的时候 结果那真的你还是放走了 那我们刚好相反 你要真的名字假象 名字怎么讲都不要紧 因为我们不是要名字 我们要那个 所以跟法官是不一样的 法官一定要把那个人 跟这个名字对得起来 那我们不是 我们一定要那个 名字打无所谓 这个就是生命啊 跟大脑之间的差别 也因为这种状况 我们就看到 经典上面的 那个语言模式啊 跟 所表达的那个东西 是有不同的 随着语言模式的不同啊 他所表达的那个部分啊 那个方法 表达的方法不一样 所有的真理的那个 应该是都一样的 应该是都一样的 那就发生了 语言表达的 技巧 跟语言文化发展的 文明程度 有差别 那今天 我们语言公字的文明发展程度啊 应该是比以前的人进步 所以你现在 从事一个经教的 弘法者或修行者来讲呢 你在表达真理的那个东西的时候 应该有更高明的方法来表达 知道吗 所以我们看到 维士是大圣的初期状态 他在表达佛陀真理现象的时候呢 一定比阿罕经来的进步 这一定的嘛 他表达的方法进步啊 他表达的真理的那个 同一个嘛 不可能说阿罕讲的真理是这个 法相讲的真理是这个 后来发展到法性的时候啊 是法性的 语言文字的文明表达 比法相又更进步了 那真理呢 还是那一个嘛 法性表达以后 不如经典起来了 那他的 语言文字的表达啊 那个文化 又更完整了 所以形成了空中 跟相中啊有一个区别啊 所以他在表达真理的那个部分呢 那比法相中 那比阿罕中 那就又更进步了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啊 这些行者啊 其实有些不是行者 他们都说是行者 因为以后的子孙也会骂我不是行者 但是我一定要说我是行者 要不然这里面我无一席之地啊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是行者啊 他从语言文字的运用上来讲啊 随着时代的不同啊 他有新的功夫 所以他对于真理的那个东西啊 他必须再重新诠释一遍 因为他要就他所了解的 用他的立场来表达给这一代的人了解嘛 所以我们看到语言文字就 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后啊 语言在表达真理 生命内在体验的那个部分呢 他表达的方法会一直不一样 这个就是 时空 区域跟民族性的 文化的成就跟特色 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跟看法 那就是我们这个时空 这个民族在这个时代 他的成就啊 您体会得到吗 这整个历史的红流语 您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好了 空中是这样 信中出来的时候也一样 信中是空中转化过程当中啊 他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那么来到华元中的时候 成型了 到达最成熟的时候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华元中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华元经里头的思想啊 是人类文明的巅峰造极之境 我不是凭空讲的 我是从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看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的这语言表达的情况 会有那么多的不同 还有进展的那么多的阶段呢 那你就看到了 把五大古文明的文明呢 在教会的过程当中啊 所激荡出来的 假如你认为说 一定要一层不变又古老的那个东西的话 那人类文明就一直没进步 对不对 这不可能嘛 因为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 随着经教的发展 那么我所了解的告诉你以后 那你应该是站在我的肩膀上站起来嘛 所以佛陀讲呢 也有佛陀的子孙 一定比佛陀的 这种语言表达的方法会更好啊 那这个并不表示说 真理的体验超越了它 真理的体验还是那个样子嘛 你这个生命的体验还是那个啊 可是语言的表达方法会不一样啊 你体会到吗 我讲得很累的 这个部分是真的很难去续说清楚的 我们看到古人的奋斗 古人的成就 他们不是一层不变的 他们也是卯尽全力啊 要诠释的正确啊 真理就那么一个嘛 可是我看的跟他看的不一样 因为一百年前的语言啊 文明啊就那些语言嘛 这一百年来我们跟其他的民族相交融以后啊 新的词汇进来了 新的表达方式出来了 那不是进步不进步的问题 已经有所改变了 那就用我们的方法表达嘛 一千年过去啦 一千年前表达的 你跟我们现在表达的不一样啊 那你到底对于那个体验有没有 有的话用你的话 语言表达嘛 所以江山代有人才出啦 对于真理的诠释啊 随着时空跟族群的变化 文明的变化 他必须重新再诠释 所以我们期望 每一个佛弟子啊 对于真理的体验 不要你古不化 你只要一直用旧有的 语言文字的话 那表示你只是接受他的语言文字 你并没有在实践 在体验 在感受真理的那个实际状况 那个如实经验的时候 那你应该用你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处 所以经教行者啊 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 他一定会融入社会 融入这个时代 然后呢 把旧有的那个 那个 古人去体验生命 最深处的那个地方啊 他重新再表达一次 那这里啊 就提到我们第一节课跟各位讲的 一个民主啊 他能够永续 而不会被消灭 他的原因呢 就在于对于这个内在生命体验的实践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实践以后啊 你会重新再去表达它 所以任何的一个民主啊 只要对于这样的修行人啊 加以残害的话 那民主一定会被消灭掉 一定 不要说别人消灭你 你自己就会消灭了 你看 在文艺复兴出席 在文艺复兴出席 且里略 郭白尼 这些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科学家 他们是科学家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他们是神父 神父啊 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啊 他们提倡了这个新的理念 验证啊 他对宇宙人生的一个新境界 所以 教皇马上把他杀了 因为啊 他违背了上帝 所以 意大利啊 这个民主啊 你看得到吗 消失了 但是呢 他的民主里头啊 一再的有人 出现 出来实践这个真理 所以 这个民主的转化 我们发现很大的变化 发现很大的变化 今天意大利人 已经不是以前 罗马帝国的 那个民主了 但是这个生命的实践呢 你看看 他的民主在发挥 他的光芒 有没有 我们需要 实际上的修行人 关键是在这里 但是修行人很脆弱 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他只有实践感受以后 把这个真理告诉人家 可是当他的讲法 不符合有权利 有生杀大权的人的意志的时候 那你的头跟你的身体很容易分开 这样而已 所以你不要以为 修行人都了不起 他很孤独 而且他绝对不能得罪人 一得罪人 马上就有好看 但是啊 这个实践呢 是民主程序的关键 我们第一节课就跟各位讲了 体验内在生命的经验啊 是这个民主啊 非常重要的族群的DNA 因为 假如这个民主没有人去体验内在生命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这个族群这个民主很容易 自然就消失啊 自然就消失啊 就是因为有那个体验 而那个体验呢 又要把它讲出来 用新时代的表达法来表达 那这个才是这个民主啊 程序的根源 我告诉各位这个 你大概还是听不懂 为什么你听不懂呢 因为啊 你从这里就看到佛法为什么说 你在修行中 所种的都是因 将来的果报很殊胜 你不要看说你现在听我这样讲啊 你将来果报很殊胜啊 因为修行人所讲的啊 是你生命的核心部分 你的果报啊 配合你当国王 我跟各位讲下辈子啊 下辈子 这辈子没机会啊 下辈子你们出来选拢 一定当选啊 一定啊 你一定会当选的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生命质感的因 代表这样的一个民主存在 你知道这一点啊 你是在从这个DNA的部分你掌握到了嘛 那么你的愿力啊 要做什么 愿力不是嘴巴讲的 跟你生命的本质相应的地方 下辈子再来你自然就在那边兑现 因为你有这种族群生命的DNA存在 当你这一种DNA越强壮的时候 你兑现的地方 就在越大的国土里面 当你这一个DNA啊 不够强壮 那不只国王啊 包括各种专业领域都在这里面 那我们通常来讲啊 用国王做代表 你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 你也是国王啊 对不对 所以他讲的国王 转轮圣王啊 不是政治上的 他为什么不讲国王 他要讲转轮圣王 他是代表各种不同的领域 这是因为啊 你在修行人的如梦之下 你得到了真正的族群存在的生命的DNA 所以呢 你的福报会很大 为什么他为佛寺门中福田第一 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你在这掌握到整个生命族群 说得不错 族群生命的DNA嘛 你是走在这个核心上面 所以你到外面去兑现的 都是那么的殊胜 都是那么的殊胜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要学佛 你要修行 一定要走到核心的这个地方 而我们给各位的 也不会是彭之莫结 都是根干的部分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跟你说 绝不欠你的原因你在这个地方 做这种工作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不是一本万例 因为下辈子啊 你在一个国度里头称王的时候 我就会去修州 因为你是从这个地方得到那边的成就 我到啊你一定会供养的 你现在都不供养都无所谓啊 下辈子一定啊 我们会以什么身相出现啊 那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为这个生命的那个核心啊 你掌握到了嘛 那你兑现的时候 我们周遭的人通通会出现 这个叫同质性 我们第一天跟各位讲 那共振你有没有 那共鸣现象会产生啊 生命啊真美丽啊 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 哎呀用生命啊 实在是太美了 那境界太辽阔了 那你用大脑的话 你看甩在那里 单行道 你的生命如油丝啊 细细的一条 又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那福报一到 焦头烂额 要死啊 断不了气 要活啊 每一阵性活下去 那用大脑就是这样 因为你受到福报的牵制嘛 但是你回到生命的板牌的时候啊 这个族群生命的DNA 你就掌握住了 我们跟各位讲生命有两个 一个是族群的生命 一个是你个体的生命 族群的生命啊 我们这样讲你听不到 你感受不到 你去看动物就有族群生命的情况 那老虎喔 他族群生命力就很弱 他个体生命很强啊 都在欺负人家 很容易灭亡 个体生命最小的 蚂蚁蟑螂 你放心 他不会灭绝的 他族群生命力很强 人为万物之灵啊 你要看到这一点啊 怎么样保存着族群生命的这个部分 人是可以做意控制的 动物是不行的 所以你看很多那么什么 那个非洲的那个纪录片啊 很多什么山羊 灵羊啊 为什么会去集体自杀 太多了 他族群生命啊 整个发狂了 发疯了 俗群生命啊 俗群生命啊 你动物他是自然的淘汰 人类是不一样的 人类是 因为你有大脑 所以你必须啊 要去体验内在的生命 不去体验 而且也不能去教导的时候 那他很容易 不要人家消灭你 自我灭亡 而我们也告诉各位 真正文明的存在啊 是在于 在于 生命教育这一块 不是物质文明的这一块 物质文明这一块啊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你看宋朝 宋朝这个时代啊 物质文明非常丰富 那一堆 非常泥难的政府官员啊 他们竟然这样打算 我们看 这么丰富的仓库你看 这个 一直打败仗 还可以打败两百年 够赔偿啦 够赔偿 你看那时候就很丰富啊 不是你现在丰富而已啊 乾隆皇帝的时代 国家那么强盛 不怕打败伤 不 到了嘉庆前 咸丰年间以后 你看 地嘛 反正土地太多 一直勾给人家不要紧 勾到现在就受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 物质文明也很丰富 唐朝 丰富吧 汉朝 你看 汉高祖的时候 想要四匹马来拖马车 四匹白马拖马车 找不到 他四匹都花马 到汉武帝的时候 一千匹白马 你看看 你看看 其他不讲啊 光白马就一千匹 汉武帝啊 要阅兵的时候啊 你看 国家势力有多强 丰富啊 这时代啊 不是现在所专有 古代就很 有很多了 但是呢 人家 如梦犯泡鱼 真正能存在的 是生命 大学教育 跟各位讲 每一个人 你一定要记得 在你家里要实行的 撒少应对 进退的教育 现在人最糟糕的 台湾人被这些政客 搞得一大糊涂啊 把大学消灭了 撒少应对进退啊 就是 最重要的生命教育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以为那个没用啊 那结果现在社会这样的斗争 丧失了人性 丧失了天良 这就堕落了 这个要消灭啊 很快 不要人家消灭我们 自己都会消灭 自己会崩溃啊 所以生命教育一定要建立起来 有了健全的人格性以后 你才有可能去体验 生命内在的那种感受 假如没有这个 那不对 浮在表面上 那些假的宗教言论啊 没有用 没有用 他不能够给这个民族啊 带来利益 假的 我们叫假性宗教啊 不是真宗教 现在很多信心宗教 其实都是假性宗教 它可能有一点功能啊 就是安抚啊 那心灵受创伤的 那些失魂落魄的 灵魂 它有这种功能 因为总是一种寄托嘛 但是呢 他假如在 接受这些人寄托的时候啊 把那些很单纯的 纯纯的信徒啊 当作很愚蠢的 纯纯的信徒啊 那就糟糕了 那就是社会事件啊 所以我们 要告诉各位就是 对于那个内在生命的体验啊 它不是一般的语言文字 所能诠释 它一定要透过 这一个 语言模式啊 跟思维模式的转换 你才能够进得了 那个门槛里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啊 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啊 是经教行者啊 手上的钥匙 它有这把钥匙啊 它能够解开啊 经典啊 那种奥秘 我们说 华言经啊 就是解读生命奥秘的百科全书啊 那你要是没有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的这把钥匙呢 那这一个保障你打不开 打不开 你只有啊 浮在啊 文字的表面上 你无法去探索啊 生命的本源 生命的真相 大概 所有的宗教 都有这种情况 你看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啊 它有一套语言模式 很遗憾 不然 这个世间啊 只有海语言法师那个人懂 因为这些人在读旧约圣经啊 他们都用他的意识形态去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多这些神父跟牧师啊 在讲解圣经的时候都讲新约不讲旧约 因为他不会解读啊 他自己看起来都很荒诞 那个不荒诞啊 他是在讲你生命的本来面目啊 那些人用意识形态啊 看起来生命的本来面目怎么那么荒诞 所以呢 他们都不讲 他不懂啊 他没有办法解读啊 上帝为什么要造人 他干脆说不能问 那是上帝的事 他有够于尘 上帝为什么要造人 这个原因啊 旧约圣经里头交代的很清楚 但是他看不懂 因为他没有解读旧约圣经的钥匙 那把钥匙不小心掉到我手上 关键就在这里啊 关键就在这里啊 旧约很多教会都有翻译 但是呢 但是呢 八九不离十 因为他们不敢去改旧约 因为 怎么改都怎么错嘛 你要知道他的语言模式跟思维模式 才有可能解读 就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经教行者啊 他的心胸 心量是非常宽广的 因为他有这把钥匙 所以他没有门户之鉴 他打开就看得到了 不是经教行者啊 他解读的能力啊 有限 他也知道 你看哦 慧能大师不是经教行者 他是标准的禅行者嘛 对不对 但是他的禅啊 是佛教的一大革命 因为他的禅是以智慧来解读的 所以他就有那把钥匙 他有没有建立思维模式跟语言模式的 这个能力呢 有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经教的信念 而在当时的佛教的语言领域里头啊 没有足够的工具跟理论 可以帮助他架构起来 所以他没有架构 他就留下谭经 但是谭经里头 足以让我们来研究的相当的丰富 相当丰富 后来也没有这个工具 去解读 那我们现在假如要研究这本谭经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佛教革命的那一种 时代性意义 谭经里头可以看得到 那要从这边来讲呢 这个又是 大事大条 里面是非常可以研究的 但不是只研究那个语言文字 那是整个思想革命的问题 那这个 不只写博士论文啊 他可以写很多东西啊 可以写很多东西 因为他有很多角度跟切入面 那我们假如要用古代或者传统 别人的研究方式来研究谭经的话 那就变成知识了 我们可以用生命的方式来研究它 那我们在这里啊 跟各位提到这样的状况 从历史的宏观面来看 我相信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会啊 我们很难得啊 在这个即将新的局面开始之前呢 能够把旧有的局面做一番回顾 这也难得 我们要怎么样子 把这个东西交代清楚啊 事实上啊 这一会所讲的每一个主题来说啊 我们都可以写一篇啊 好大好大的论文 这个也很难得 在历史上啊 我们第一次很清楚的把它标示出来 经教刑法与经教刑者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告诉你 法言刑者 普贤刑者 是最有资格的 那就看各位 你怎么样发心 怎么样来投入 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子们啊 都是那种乖乖牌 跟着人家摇起呐喊 跑龙套过日子 不要在那里面 不要在那里面 抓乡对吧 我们可以走出我们一条坑庄大道 因为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 我们应该好好的 我们应该好好地为未来的两千年或五千年后的子孙啊 做一番模范 我们不只啊 我们不只啊 要做过去祖先的好子孙啊 那更应该为未来的子孙啊 做一个好祖先 那我们这个时代啊 所有有能力 所有有志气的人啊 应该承担起这个使命来 至少啊 我们可以先开第一页 目录我已经先帮你列好了 好 那内容要怎么用功啊 那个人可以选你自己的 你不要担心别人写过啦 你可以 进行你所能做的 那种极为卓越的工程 这种卓越的工程啊 不但可以让你修大福报 也可以让你增长大智慧 就你成佛的历程来讲啊 那可以缩短啊 无量节的摸索 因为这个时代是那么的伟大 也是那么的殊胜 我们祝福大家 早晨佛道啊 从这个地方下手 好美好 好美好